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星星老师和你讲中史 今天就会讲中国全面抗战 即是日本全面侵华 之前那一节就是中国侵华 里面是讲了日本 由1931年918事变开始 不断侵蚀中国的东北 我用两个字叫蚕蚀 蚕蚀这个中国东北 蚕蚀就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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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不是全部一次过占领 所以之前我用这个字眼就是蚕蚀 现在中国全面抗日 即是当时日本要全面作战 全面要吞了中国 我用另一个字眼叫蚕蚀 蚕蚀 即是先蚕蚀后蚕蚀 为什么会蚕蚀呢? 原因就是西安事变爆发 是国共合作抗日 国共合作就是中国团结 团结的情况下 如果日本要占领中国就困难了 所以趁国共未谈定数的时候 就立刻开始侵华 1936年的12月就是西安事变 大概半年后日本就出手 当然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立刻出手 因为出兵其实都要时间部署 日本就发动劳沟桥事变 标志着八年抗战的展开 开始 首先七事变与中国全面抗战 里面七事变的背景 为什么日本会全面侵华呢? 首先日本面临的情况正局不稳 当时就是由于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日本已经有多次的政变 加上经济是有连串的危机 之前那个课堂都说了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的经济就衰退 欧洲那边经济都差 而日本由于当时已经是有很多的 往来和贸易 所以日本经济都差 举个例子 欧洲的经济都差 人们没有钱买东西 日本本来是卖给欧洲人的货 卖不出 于是货卖不出 日本的工厂就倒闭 于是日本人又失业 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经济危机 当时日本人有一个想法 或者当时政府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我们用战争方式 会振兴经济 为什么呢? 因为战争就一个是 打倒了别人之后 一 如果是签条 就割地赔款 如果假设就是佔领了别人的土地 去抢别人的资源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 激进军人操纵的情况 日本政府于是加速对外的扩张 解决他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去稳定国内形势 第二个就是列强问题 本来当时的世界都是欧洲列强 基本上是很有影响力的 但当时英雄发觉 为了避免大规模 避免大规模的战事 对当时兴起的日本和德国 和意大利的侵略其他 其他小国家的行为 采取了孤式态度 即是忍得就忍 德国打其他小的地方 他就不理不理 这个孤式态度 这个孤式态度 令日本更加大胆 因为一是欧洲国家在欧洲里 亚洲最强就是日本 第二个可能就已经是中国 中国绝对不够日本打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既然欧洲的国家列强 都没有时间理自己 欧洲那边也没有时间理 亚洲更加不会理 所以日本就更加大胆 1936年 日本先后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 互相声援 助长日本的野侵 策略全面侵华 有德国和意大利的盟友 日本就更加大胆 第三点 国共合作抗日 西安事变后 国共合作抗日 日本怕中国统一壮大 于是用瓊吞的方式 代替蚕食的政策 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希望吞併全国 他很好听的 说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不过就是日本做事 其实日本就是想占领了 已经占领了朝鲜 占领了中国 基本上整个亚洲都会做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断演习 在麻北里面 团军就是注册军队 不断演习 开始随时打进来 华不仅实变得非常紧张 而战事一触即发 这个注释 就是说明了 当时欧洲的孤式政策 令日本觉得有机可食 第二次世界大战百发之前 之前 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了避免战争 好了 就确保既得利益 就要牺牲弱小国家 即是不够他们 的利益为代价 对德国以赖日本这些国家 採取这个 衰静政策 就中容他们的扩张 例如日本在1931年 之前提过的 就发动了918事变 国际联盟不单止是没有制裁日本 虽然说你呀 不对呀 你呀 打这个拿东北 甚至有些主张把中国东北 变成列强的共管殖民地 于是日本觉得 这些列强其实都不会帮中国 而当时其实列强 就真的都没有什么帮中国 好了 接着就是七七事变发生 一九七事变事件经过 1937年7月7日 日本在北平的奴沟桥 留意奴沟桥三个字 奴沟桥怎么写 进行军事演习 那籍口 他用这个籍口 要记住的 籍口有个士兵失装 要求入远平 这个地方就是搜查 那当然是找籍口 去军人入远平 接着想占领 搞事 当时炮软软平 炮软软平 视为七七事变 又称为奴沟桥事变 好 日军炮软软平 首冲的首军 就是还击 因为今次就真的 要抵抗到底了 已经开始了 日本就大举增兵 全面进攻 全面进攻 那么快全面进攻 即是他们有准备 好了 数十架敌机 连番轰炸 推出了飞机 那么中国军兵 当然是搞不定了 是不是 就撤退 7月底 北平天津淪陷 数日间 日本就占领了整个华北 好 华北立埋 那其实就 不能打 不能打 根本就不够打 好 接着 在这个状态底下 国共就合作抗日了 好 七十事变爆发之后 国民政府一面派兵 就是北上了 另外一个就是 嫌领就是 北平的主军反击 除后 中共向国民党发出 共赴国难宣言 那 在这个时候 才是 大家真正合作 在这个时候 才真正合作 好了 那就与国民党联手抗日 不久 既然中共都这么说 蒋介石又发表 盧山说 希望和平而不求久安 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即是我不想打 但是 我就会准备应战 好了 当然日本已经下定决心 就不加理会了 大举增兵 好了 不平天津 相继淪陷 国民政府明白到 和平无望 于是在8月7日 已决全面决战 是8月7日 就全面对日本抗战 好 在这里面 你本书的安排 就第二至8年抗战 在这里面 之前 我就再看看 蒋介石 其实对日本 在七十年之前 他的情况是如何 好了 其实都是来自这本书 这本书 叫做 好了 这本书 《黄仁宇大力士不会萎缩》 上一节说过 我就觉得这本书 名字 觉得不好 原因就是 看书名 其实没有人买 好了 那就 看看黄仁宇的描述 黄仁宇是什么人 黄仁宇是史家 后来就去了美国 这个史家在年轻的时候 是做过军人 做过军人 就是亲身见到当时的战场 和亲身见到当时的中国的军队情况 所以他有一些实况可以看 当然他也是史家 亦是分析当时的政局 好 这本书记再这样写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看回这本书的这一页数 好 《对日战事爆发》 是1937年吹奏 不是蒋介石的期望 他不想这个时候爆发 如果他能够自由意志的话 他一定会想继续一贯的 先安内后让外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是期望日俄开战 不是中国和日本打 因为最好就是日俄打 中国就保持中立 事以后发展 慢慢见步行步 好了 整件事 他的原本的想法 当然要很多条件才能发生 最后结果行不通 为什么呢 好了 因为西方事变 在学梁兵间和国共合作 在合作的背景下 他知道领导这场战争站 需要立即承担 即是自己都没有办法規避 如果他还对日本 就用妥协的政策 内战就一定重开 即是不单止中共 其他人都和他开始 因为生事变之后 已经答应了团结抗日 假设你还不团结抗日 其他人都不肯 中国也会再陷入四分五裂 所以为免中国陷入四分五裂 当时必须应战 抗日装备里面上一课说了 这个我不详细说了 如果有同学想知道 就看上一课的录影 好了 仍然说在37年7月7日之前的情况下 这个在蒋介石的迪符有符的文章 蒋介石在1934年秋天写了一篇文章 是三四年的秋天 即未到37年的 他写的文章是公开了的 好了 他直接是这么说 很坦白地说 在兵力上绝对不相等的国家 日本和中国作战 即没有所谓正式的决战 即是没得打 非至日本佔领中国 每一方之土地 不能消灭中国之时 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 什么意思 如果他引告日本 如果你和我打仗 我们没有所谓的决战 决战什么意思 就是那场仗打赢了 好了 那场仗打输了 就投降了 这些就是决战 但是蒋介石说 我不会和你决战 没有所谓的决战 除非他占领了全部地方 即是说得明白 这个和之前的战争的惯性有点不同 因为战争惯性就是一场决战 决战完之后 输了就投降 当时的习惯是这样 蒋介石说 我不会用这个方式 除非佔了全部都 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 也警告日本 就是 除非日本真能够十天之内灭亡中国 要拖三个月 十个月半年的时间 即是日本 你自己也会有危险 那当然了 那有没有危险呢 那到时才知道 总之就是蒋介石警告 如果拖下去的话 你也会有危险 好 仍然都是三四年的蒋介石的讲话 都是公开的 这个 三四年七月里面 在蒋介石努山对军官训练团 就是提为 抵御外母与复兴民族的演歌里面 他就这么说 用别的颜色筆 他们 即是日本 占领我们一个省 至少时间都要一个月 如果统计上来 要占领我们十八个省 至少都要十八个月 这十八个月里面 国际变化了得 即是其实 可能有其他国家帮我们手 何况 一个月 能不能够占领我们一个省呢 好了 那接着 他又再说了 执行这个方案 初期是要不惜牺牲的 还要是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激起其他国家同情 逼着对方 扩大战事范围 第一个就是 其他国家同情 对方 即是日本 逼日本 扩大战事 影响到第三者利益 即是其他国家 好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呢 后来 后来 真正打仗的时候 在淞沪战役 历时十周 即十个星期 耗选了85个C的兵力 整个防线 暴露在敌军的海军大炮射程之内 即是 其实是非常危险 相亡军官 官兵 33万 既可以说 又英勇又蠢 又英勇又蠢 但这些是决心表现 这些决心表现 其实想 想 达到什么目的呢 这么惨烈 他打一场 这么惨烈的战争 就是想 刚才达到这个 的说法 激起其他国家的同情 即是因为 因为当时蔣介石的判断就是 中国怎么打都不会够日本打的了 根本就不够日本打 那么 除非有其他国家帮手 那么 如何令到其他国家帮手呢 首先 你要令到其他国家觉得就是 我们中国其实是 不会屈服的 我们中国是英勇的 值得帮的 值得帮的 所以 在淞沪战争里 这么惨烈 要让其他人 知道 我们中国是值得帮的 好了 那么 就 接着看看 蔣介石日记 偷习珍珠国家 再看 蔣介石日记 这里 好了 蔣介石我看 三 三段 只 四段 看完 好了 那么 记不记得 张学良抓蔣介石呢 就其实看过蔣介石日记 那么 郭廷二 市家郭廷二就说 张学良看完蔣介石日记之后 他觉得蔣介石有决心抗疫 其实自己做错了 他虽然没有用做错这个字眼 不过 后悔 好了 那我就 看了少少蔣介石日记 截录了这几段 都是有关抗疫的东西 其实蔣介石里面 1931年7月14日 这一天 他已经说明是秘密地部署的了 他说 以和日掩护外交 以交通掩护军事 以实业掩护经济 以教育 掩护国防 即是 表面上做这个教育 其实是在做国防的东西 表面上做实业 其实是在做经济建设 表面上做交通 其实是军事建设 表面上跟日以往 其实是在暗地里做外交活动 好了 韜光养晦 乃国家唯一自主之道府 他说 现在这样做 是不是我唯一可行的路呢 好了 1931年的9月22日 蔣介石又说 日人侵略行为 世界之第二次大战 于是开始已 当时未发生二次大战的 在1931年的时候 但是蔣介石觉得 日本现在这个行为 将会令到连纳着爆发世界大战 而事实上 之后真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了 不知各人是能见此苦 即是不知其他人 其实能否留意到这件事呢 我最欣赏蔣介石的记录 就是1935年8月21日这一段 这段就是 他预计如果日本侵华的话 中日战争的话 会有七个事情会发生 七个事情会发生 他就说 首先日本想对中国施不战而屈 什么意思 希望自己中国投降 但是当然入掌介石就不肯 第二 如果不行的话 对华只能威胁分化 威胁分化就是用军事威胁 分化就是建立 制造土匪汉奸使之妖乱 不能够真正用武力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建立一个汉奸政府 那当时就有做到 譬如举个例子 是这个毅满洲国的出现 又或者是一个 另外就建立一些 由汉奸建立的政权 好了 所以日本真的这么做 好了 第三 第三 最后就用兵出击 就是全面进攻中国 那这就是1937年发生的 7月7号 其实未到 这个日记是35年 好了 接着他觉得中国就会抵抗了 好了 接着他觉得就是 受到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 即是其他国家最后会帮手 接着呢 蒋介石觉得就是 倭国就是日本会有内乱 不过这个是没有发生的 日本没有内乱 那接着呢 蒋介石最后就说 就是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倭寇就是日本意思 因为呢 在明朝的时候呢 就是日本人叫他倭寇的 好了 失败呢 就是当十年之内 就是十年之内 就是日本侵华就失败了 这样 好了 那整个 这个七个的步骤呢 就其实呢 除了第六项呢 是没有成为事实之外呢 其他都是合乎事实的发展 那所以其实呢 蒋介石呢 看日本都看得 就是看中日战争都看得很通透 虽然他知道 只是以中国的力量一定不够打 好了 接着西安事变之前 西安事变前 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 三七年的七月呢 就是七七事变了 全面春华 好了 三六年九月的时候 他就说 三年之内 倭寇不能灭亡中国 即是三年之内 日本呢 不会消灭到我们 则我何患其强逼 我就不要逼他出手了 既然呢 他三年都不会 应该都不会 都不会消灭到我 那我就不会出手了 那现在呢 不可不忍忍耳 即是呢 现在要忍他 那这个 就是先安耐让外的想法 三六年十月 就叫张学良打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闪北那里 好 那汉兴 汉兴就是张学良 因为古人有很多名字 就是张汉兴就是张学良 如此无识 可谓心痛 哎 你都不努力去打中共 真的心痛了 好了 接着三六年的十二月十一日 这个是西安事变 发生之前那天 是蒋介石的日记 那十二十二日 就是发生西安事变 那他说呢 这一个晚上呢 就是找找找张杨瑜 三个将军 离我呢 就是吃饭 商议就是进绕计划 杨和瑜呢 就未来到 他就问张汉兴 即是张学良 他说 则之彼亦于今晚烟来 闪之中央军官 好了 杨瑜先在西安 照待 即是有其他人来 就照待其他人先 好了 好了 等待呢 这次吃完饭之后呢 就约大家一起去 好了 这段话也不重要 这段话 接着这句说话呢 就是重要了 就是 张学良 就是看听 就是张学良 今天 形式充着 精神仿佛 如甚以为异 就是觉得很奇怪 是 那接着原来 其实就是 他感觉到一些不妥的了 西安事免之前 但问题呢 他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自己被人捉 最后结果就是 十月十二日的 夜晚凌晨呢 就 就 张学良的军队 就 就出来 就捉了 好了 那就是 刚才看了这么大段之后呢 其实就是 想你 重温一下 当时 其实 蔣介石怎么看这场战争 那 蔣介石 刚才看过的日记也好 之前的描述也好 其实他也是 预告了 你占领那些省都要 都要一个月 最快都要一个月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要拖延 那所以拖延政策呢 是当时蔣介石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重点来的 重点就是拖延 拖延这个 这个的日本 等到 有其他国家帮忙 好了 那怎么拖延呢 一开始 就日本 都知道 中国你会拖延 因为其实都讲过了 那两篇文章公开的嘛 日本人是知道的嘛 知道 就是说了 我会用拖延政策的了 好了 于是 日本呢 就是出现速决 就是你要拖延嘛 那我就去速决速决 于是 一打 就全面打 第一阶段指 七事变 1937年7月 去到武汉 撤手 即是退出武汉 这样的时期 1930年10月 留意 大概一年左右 37年7月到38年11月 一年多多少少 好了 双方战略部署 七天连事变之后 日本采取速战速决 大家替他记住 日本是速决速决的 因为一拖 日本是 对日本不利的 因为日本人口少 资源也不多 是不是 所以其实最好 就越快 结束的战争越好 企图以精锐部队 消灭中国的主力军 扬言三个月 就可以灭亡中国了 假设 当时中日战争 是用了一个 旧时的模式的决战 我和他打一场决战 好像这个 比武那样 决战输了 我就投降 三个月灭亡中国就可以了 但问题 掌握石说明不会的 除非自兵杀 全部东西 所以中国 就採取了一个政策 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但持久和消耗战略 好了 宁可放弃一城一池 尽量保持战斗力 那就消耗壁人壁力 总之消耗 为什么 因为看得到 日本的资源有限 人口都有限 所以总之消耗了你 你就没办法打我 中国就利用本土的 复原遼闊 就是土地多 西高东低的地理特点 于是有敌深入延长战线 就是总之拖着来打 好 令到日本 就补给困难 因为你始终军人要吃的 是不是 你要补给的 我拖延了 打到很远的 这些补给就要走得很远 好 接着 接着 就是又将沿海的工商业机构 学校文化机构 就迁往内地 记不记得 之前说这个 这个 这个 长征的时候 当时 剿共的时候 就是蒋介石的建设 其中一个就是 一场 就是打共产党 要共产党进四川 接着就建设四川 那些军队进去 接管四川的统治 接着就建设四川 另外一个就是消灭了江西的共产党之后 就是在长江的中下游建设交通网络作为军事用途 刚才蒋介石也说 以交通掩护军事 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交通网络 其实他日是军事用途的 那什么是军事用途呢 看看这句话就是 将沿海的工商业机构学校 迁往内地 怎么迁往 就是由长江逆流而上入四川 那长江的上游就是四川 下游就是上海 南京那里 那所以其实当时在江西 即是南京附近那间工商业 就方便运输逆流而上 上去四川那里 那就是其实是将那些重要东西搬走 那他又用四川 作为根据地和你抗战 那所以你本书的下一句就这样写 将西南建设成为抗战 根据地准备持久战 就是之前已经建设中了 你打仗才建设 就真是抗户了 是不是 之前已经建设中了 就是这个 当时追共产党入四川的时候 已经在做中了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整个战略里面 就是保存一些的 长远作战的实力 就是将工商业人搬走 学校搬走 学校重要的 因为学校训练人才 训练军队 军事士兵 好 接着就是在西南那里 即是四川那里 就是同一场结果战 好 接着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就是深入敌后的根据地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擅长什么 游击战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井江山那里 就是江西 井江山的时候 就是违绕去赶走 但是其实有些 就是流落在一个地方 就是做游击队 这些游击队 现在就不打国民党了 不打国民政府 因为现在合作抗议 这些游击队就 骚扰日本 所以进行游击战 令日本便疲于不命 即是骚扰后方 后方即是補级 最重要是補级 好了 这个表里面 显示出抗战初期 中日的军力表 人口 中国多很多 所以就和你打消耗战 就消耗了人口 兵力 中国就不够 不过人口多 那就加下去 不过其实就是 军备有限 军备有限 就是什么意思 你加人下去 你未必有这么多的装备 即是枪都不够 简单来说 好了 海军 这么多 对这么多 这个其实 就完全没得打的 没得打是什么意思 就是 日本的海军联合舰队 偷襲珍珠港 你和美国打得 打得这么厉害 所以你和中国打 完全没得挥 好 之前有黄仁宇 上一节讲过 就是 就算有飞机 都要有机场 和相关的机场设备 才能起飞 当时中国 有没有这么多的后勤支援 没有的 所以其实 再加上 日本的飞机先进很多 你看二次大致 零战 零式战机 就打落了美国很多的战机 所以 其实 军备上 完全没得打 除了人口 人口多些 人口多些 于是 死人就多了 所以日本 这个中国 就打一场仗的时候 好了 一问题就是 他们的军备差 军备差 于是 就变成了 死人很多 好 三一八 松户抗战 日本佔了华北之后 随即就佔了华中 好了 三七年八月十三日 中日双方 在上海开战 历史称为八一三 松户抗战 国民政府宣布 就是自卫抗战 雙方全力以赴 动员海陆空参战 中国军队经过三个月 日本说三月 面忘中国 三月就只打上海 原来去 就英勇作战 就相亡惨重 就真是相亡惨重 因为 你的军 军队设备 没有日本不好 就被逼撤退 上海 苏州等地商界淪陷 日本就是逼迫南京 南京是当时首都 但其实当时有掌握石 之前不是铺了交通网络 尽量将首都的重要东西 云往四川 一路云境 十一月 国民政府就是退出南京 不要南京 宣布千都重庆 一选就选重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已经预备了 好了 这个就是八百壮事 八百壮事 我这里要讲的 因为其实 宋户抗战的惨烈状况 其实是让外国人知道的 让外国人知道 为什么会让外国人知道呢 因为在租界附近 发生战争 所以租界是外国人管的 日本人不敢过去的 那租界那边的人 照片又拍到 又或者是接收了难民 会知道战争的情况 即是战争的情况 如果知道 中国人 中国军队完全放弃 一打就走了 那其实 外国人觉得 都不值得帮 中国 自己都无心抗战 但今次是这么惨烈 令到外国人 可以刮目伤害 好 看看这个八百壮事 宋户抗战期间 八百壮事 宋户抗战期间 日本投入兵力超过二十万 中国大概是七十余万 战况很激烈 日本相对一个杂不进伐 它被中国首军挫败 三七年八月 日本的三个师团 在军兰的掩护下登陆 向这些地方进攻 10月为了掩护中国军队主力 退出上海战场 謝晋元副团长奉美留守 习北继续作战 当日日军攻入上海市区时 中国的首军退到苏州南岸 謝晋元虽练八百名士兵 以四行仓库为占据地 坚守苏州北岸 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经过四天的击战 就击毙了敌人二百人 成功抵抗了日本的进攻 好了 就去这个八百葬事 死守四行仓的壮裂事迹 成为一事佳华 好了 跟着呢 就最后结果呢 结果 历时三个月的松户抗战 日军损失就四万多 好了 整体这次的战 就破碎了日本三个愿望 愿望中国的这个说法 松户抗战的惨烈状况呢 就另一个事家 就是这个的黎东方 那他有这样说 我军在此次回战中 在战术上是处于劣势的 那因为不够打了 当然是 却收到战略上的成果 就是这场战事 战事呢 其实是处于劣势的 但是呢 在整个中日战争里面 就有一个成果的 成果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给日本军阀 三个月是不能滅亡中国 三百个月也都滅亡不了中国 也都说给全世界的人士知道 中国这个重要的 已经不是鸦变战争 或者八国联军时期的中国 已经是不同了的了 那鸦变战争就一打就敗了 那鸦变战争战争 现在中国军队 和过往是很不同的了 中国人都很不同的了 令到列强的人士 即外国人 就对中国有转变了 那值不值得帮呢 都是那句话 好 平营关伏击 平营关伏击呢 这场战争呢 就现在是写得好一点的 以前初期的时候 就叫做平营关大哲 这个教师书里寫大哲 其实呢 就不是大哲 为什么呢 其实他只是打 就是消灭了一支运输队 但是初期的中共军队 不知道以为呢 就正式部队 正式部队就变成了大哲 原因就是这支部队是精裔部队 是精裔部队的运输队 是精裔部队的运输队 就不是消灭部队的正规军 测试片之后 日本就进入山西 好 37年的时候 日本企图突破山西的 宁丘运西南面的平营关防战 那就进逼太远 第八路军利用平营关的险要地形 这个都是中共所擅长的东西 在东侧伏击 伏击就是埋伏攻击 埋伏之后攻击 一支日军的运输队 殲灭敌人五百多 由于运输队的缘故 武装就不是那么厉害 不过他在运输大量的物资 所以拿了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的物资 取得抗战以来 游击战第一次的胜利 又叫平营关大折 但其实不算大折 因为原因只是一个运输队 当然你说警察也算大折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继续大折 接着南京大屠杀 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 就向西去南京进化 就是当时的首都 当时的战争是什么呢 就是佔领了首都就投降 当然蒋介石说 我现在退出了 首都不在这里 首都去重庆 所以当时 为什么要打上海 因为问题就是要打南京 打上海之前 128事变 令上海变成了非武装区 容易出兵 1934年12月13日 日军占领了南京 在这个司令的纵容下 就将无辜的民众 辅兵和士兵集体枪杀 消死或者抹怀 这个屠杀持续到三百年一月 被杀者估计多达三十万人 这个可以说是一件非常惨事 亦是违反了国际对于战争的问题 就是战争的罪行 好了 这个杀人比赛 我想不说了 这些伤心的事情 自己看 好 接着 台仪庄大捷 南京轮行之后 华北日军继续打进来 华中日军北上甲公隋州 为什么要打隋州呢 因为它是一个铁路交通的书楼 即是由南京到华北 即是北京那边 即是那时候叫北平 中间里面的交通交汇点 即是日军 日军上是两边匯市 所以这个隋州 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中日商两军在山东的台仪庄交锋 打了一个月 日军包围日军最精裕的两个司团 就迁敌三万余人好 真是可以说 真是消灭了日军的一个重要兵团 拿了很多军用物资 叫做台仪庄大寺 随后日军就是增兵 反攻 5月就是攻陷了隋州 开封都失手 即是交通书楼 就被日本拿了 接着就打到长江的中心 武汉会战 武汉就是南京失手之后的抗日中心 抗战中心 三八年六月日军用四十余万兵力 三路对武汉发动攻击 国民政府调集了一百万大军 防守 守了四个多月 武汉最后在十月失陷 武汉其实是掩护着物资撤退的一个重要地方 武汉失手就表示 长江的物资就不能够继续撤退去长江的上游 即是四川 接着就是广州失手 大家同学都知道在哪 就是在香港的北边 武汉激战期间的日军 就在1903年10月占领了广州 封锁了华南的沿海港口 留意这个重要的 没了港口 即是不可以用海路输入的物资 包括粮食 切断了海外的缓华物资的输入 形势就越来越险进 险进就是越来越惨 接着这个阶段 就是差不多讲完了 你看到橙色的地方 图例在哪里呢 橙色的地方 是1937年之前占领的 这里 37年之前占领了 即是918那堆 好 接着呢 就是这一堆 就是在1937至38年 就占领了 好 占领了什么地方呢 里面 南京失守 上海 上海 都没有了 接着呢 就是武汉失守 即是长江中游都没有了 那剩下 这个就是抗疫根据地 重庆四川那里 那上面呢 就是北平失守 接着打通了这个南北的交通 即是这个山东 徐州那边 于是日军就可以联防在这里 好 南方就只打广州 因为呢 是海路运输的问题 好 接着呢 看完本书的这一部分 1930年10月呢 随着广州和武汉失守之后呢 抗战第一阶就结束了 即是在这里我们当是结束了 中日双方呢 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那就 战事呢 在华北和华东一带 经过了 宋匯抗战 徐州会战 和武汉会照这些战役 那日军凭着一个 一个优良的武备 和训练有数的机械化部队 即是坦克车 大炮 那些东西 好 佔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 佔领了和管理不管理 是两件事 不过 佔领了先 管理呢 到时才算 中国军队虽然处于不利的状态 它利用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即是呢 我呢 就 撤退不要紧 就是我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呢 就消耗了入军的战斗力 同时呢 就是 运输一些的补给物资 和这个 重要物资 就上这个四川 加上战事延长 即是呢 战事区呢 越来越大 那日军呢 就陷入于一个泥沼之中 那三个月亡 中国呢 就 彻底粉碎 那 就以中国呢 的国军呢 就是 抗战到底 总括第一阶段呢 是呢 蔣介石的战略呢 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那 就 拖延时间 首先 让一些军事物资呢 由长江上游 到长江上游 四川那里 那就 消耗日本的战斗力 所以呢 就好像这个 台中大截呢 是消耗了入军呢 就很多人了 那当然 中国的 死伤是更加严重的 不过 中国人口比日本多 那 那就 所以呢 都没办法 因为始终你武器不够人 利害 好 第一阶段里面 也是呢 就是有几个大仗打了下一个 于是呢 就成为了世界新闻 欧美国家都知道呢 就是中国抗战的情况 亦都看到中国抗战的决心 这个呢 就令到欧美国家呢 就对中国人呢 有一个 就是 换言一心 换言一心的一个观感 因为之前呢 看中国人呢 就是 譬如好像 正好认真 打败仗 这个 义和团那里呢 那些人呢 就是 似乎都很不理性 好了 现在呢 就是这场 这几场大战 就看到中国的军民 是值得尊重的 那这件事就 令到日后 为什么欧美呢 能够和中国联合 联军呢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好了 那今集呢 就到此为止 那就下次再见 那各位同学再见 拜拜